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will 今天呢还是我来为大家做一下本日的这个美股收盘总结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市场的一个波动 今天呢三大指数呢全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 像道指的话跌幅甚至超过了100点 而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今天走的最强的一个指数 盘中还一度翻正 但是很可惜啊尾盘手一路下挫 没有能够收在一个正数上面 今天啊市场下跌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税改政策的来回了一个拉锯 因为这次税改政策虽然说是打算共和党减税1.4万亿美元 但是这个税改的实际通过率啊情况并却并不乐观 根据部分机构的调查显示啊 这个税改通过率可能可能呢 只有52%的只有不到50%的人是愿意去通过这个税改 很多人呢都反对这样的税改 而且呢集中的反对点呢还是在他的公司税率调整 尤其是富人阶层的税率调整上 因此的话这样的一个税改的这样一个延迟 或者说这样的一种纠结的状态 导致今天的美元指数呢也是在往下走 市场信心也不太充足 另外从今天的这个数据经济数据来看 最重要这个房地产市场数据是给出来了 新房屋的新的营件数据呢走得非常强势 比之前的这一个9月份呢要走要强很多 但是啊今天这个很强势数据挡不住市场呢 因为这税改政策变化这样的信心的下滑 所以说呢即便是有这个数据做支撑 市场还是在往下走 但是房地产相关的股票走的还是相对比较沉稳 那我们再来再来看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从今天的板块的运动来看一下 今天啊板块运动里面我们能够明显的发现 虽然说市场的往下走了 但是领涨的就是说跌幅最小的还是风险这类的板块 像包括能源今天因为油价大涨把能源抬上来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消费者的非必需品这一块出现了大涨 而领跌的则是避险板块 像这个公共事业板块呢 它作为避险板块就在今天领跌 因此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如果之后这税改呢能够就是说通过这个法案上的一定的修订 能够争取通过的话 对市场的这个信心的提振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作用 而且现在市场所整体面临的情况还是有一个向上的推动的情绪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的话先看黄金 今天啊因为税改政策反复动摇的关系 黄金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攀升 在盘中的时候突然就从1280美元这个位置 盘上到12将121300这个整数关口 这样的话呢也是带动了整个黄金矿股的上涨 同时综合它的现在的黄金技术面的考虑的话 它呢已经出现了一个盘整之后向上突破这个态势 也就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像这个之后像ABX像GG 这样的一些黄金矿类的股票 他们也许能够说得到一个金价的提振 另外一个就是原油原油的话 本来啊这周在之前这几天呢下跌都是比较明显 但是在今天这行情里头市场呢开始关注 11月30号即将举行的欧佩克和俄罗斯 他们这个现产会议 并且呢给予了很高的这个期望 这样的话呢把今天原油价格呢直接就给顶上去了 涨幅呢是超过了2% 重新回到了57块钱每57块钱附近 而且带动整个能源板块今天领跑市场 所以说它的这个表现啊也是热闹非凡 我们可以关注一些原油之后的ETF 作为短线的就是说两三天的这样的一个短的波段交易 比如说像三倍看涨原油的UWT 或者说两倍看涨原油的这个UCO 都是我们可以关注的点 那么在另外我们还要看的就是从这个个股方面来讲 我今天呢想领大家看一下这个比特币的一个波动情况 比特币大家别看现在是呈现了一个短线上的双领冲高回落 但实际上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比特币呢是一度突破了8000美元这个整数大关的 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甚至说有有这个有调查显示啊 很多比特币持有者是愿意看比特币到了这10万以上 甚至将近20万手才愿意抛出 这样的话呢是很大的刺激了比特币目前的一个投机性的行情 那么这样比特币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呢 也会带动比特币或者说区块链相关的概念股票 在短线上有一定这个波动 比如说像最近刚刚宣布去开放比特币交易的这个Square代号是SQ 就有这样的一个向上的行情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另一个个股呢 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特斯拉 为什么说我们要关注特斯拉 特斯拉呢在昨天傍晚时候啊 突然公布了公司呢最新研发了一个半挂带有半挂的这个电动的卡车 而且这个卡车的续航能力到了800英里 这个呢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一种进步 但是呢特斯拉的行情呢在今天啊是早盘涨得很好 但很快就回落下来 至于这个卡车之后能够卖的怎么样 他呢特斯拉呢已经宣布和打算的和这个沃尔玛合作去测试这样的卡车 到底会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呢就是让我们之后拭目以待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说法内容 谢谢大家收听再见